周润发为她自杀,刘德华对她一见钟情,离婚后敬女女恋十一年,现在竟然变成这样。 周润发为她自杀,刘德华对她一见钟情,离婚后敬女女恋十一年,现在竟然变成这样。 周润发为她自杀,刘德华对她一见钟情,离婚后敬女女恋十一年,现在竟然变成这样。观看数,10686人。 周润发为她自杀,刘德华对她一见钟情,离婚后敬女女恋十一年,现在竟然变成这样。 有这样一个女人,倾国倾城,气质脱俗,在最美的年纪的年华收获最好的角色,被万千女人的两大男神爱过,甚至为她死过,嫁过渡成大佬,中国两次千万级彩票。 这个传奇的女人就是上世纪的著名影星陈玉莲。 陈玉莲,香港女演员,1960年3月25日出生于香港调警岭。 从小成长在乡下,她没有演员梦,年少时与娱乐圈的最近距离接触是帮大街打工的杂志社拍时装照。 1977年,中学毕与娱乐圈的陈玉莲加盟TVB一讯班第六期。 1982年,主演金庸木侠剧《天龙八部》,饰演神仙姐姐王雨嫣,其中汤正叶饰演短雨也饱受赞扬。 1983年,再度主演金庸剧《神雕侠侣》,饰演女一号小龙女。 刘德华,当时的刘德华公开表示暗恋陈玉莲。 1990年,主演电视电影《遇离婚》,饰演女一号顾玉莲,夺得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殊荣。 1993年,退出演艺圈。 2008年,在西映十四年后复出,与刘松仁合作拍摄《原来爱上贼》。 2012年,参演TVB一台庆剧《名媛望族》,饰演女主角尔烟。 在感情方面,1978年,陈玉莲与周润发合演电视剧《大亨》,拍摄过程中两人相恋,五年后以周润发为其自杀中场。 1982年,经肥杰宝殿殿下介绍认识大西洋城赌场,掌管娱乐事务的美国华裔商人陈超武。 1984年,陈玉莲与陈超武在美国注册结婚。 1992年,两人离婚,结束八年的婚姻生活。 如果前两段感情不足以震惊于你,那么陈玉莲的这段感情在当时乃至今日绝对震惊世人。 1994年,陈玉莲在朋友的私人派对上与广告片女导演蔡美氏邂逅后,一年开始二人与西共同居。 2005年,二人相交11年后分手,结束这段恋情。 2015年11月28日,陈玉莲应邀参加黎燕山主持的节目往事,并不如言,分享过去的感情经历。 经历过婚姻失败的陈宝莲坦然不会再盲目寻找自己的阳过,我一个人都好开心,好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, 我专心将所有时间做慈善工作,不会再找伴侣。 经历过这么多的陈玉莲早已喜尽仙华,待发修行出家,全心理佛度余生。